好久没有看过这么酣畅淋漓的比赛了 这夜不白熬 中国南篮86比66大胜佛德角 球迷的普遍观点 这种愉悦观感不是20分大胜带来的 而是比赛过程十分精彩 因为我们看到了球队在进攻端呈现两个巨大变化 继而整个战术体系立体化 用三分钟时间集紧 详尽解读给球迷 以往南篮的进攻大体分三的方式 周琪和王哲林们低位被打强攻内线 后卫线利用内线单挡掩护 强突攻击篮筐 封线群 偶尔密的良机 外线三分发跑 三个位置的进攻基本是割裂状态 乔帅上任后要求后卫和内线执行短下顺配合 继而衍生出非常可观的巨大变化 我们看实力 方硕与周琪挡拆 对手内线延误 方硕送基地 助周琪强攻篮下 而这仅是基础 更可惜之处 还能够衍生出精妙变化 赵继伟与周琪挡拆 两人共同奔向篮下 迫使佛德角三人收缩狐匡 赵继伟外分 朱俊龙三分 赵继伟与王哲林执行短下顺 佛德角继续收缩防线 赵继伟再次外分 胡金秋空位三分 赵继伟与胡金秋 胡顶挡拆 大秋顺下时 吸引了对手的注意 赵继伟右手送妙传 崔永熙又底角获得机会 轰进三分 南篮昨天以52%命中率 轰进11利三分 如我们看到的画面 短下顺配合带来的可惜效应 注意 这依然不是止境 因为封线也会因这套体系受益 赵继伟与周琪 胡顶挡拆吸引防守 安闪保罗出色的大局官看到崔永熙空切 妙传 助他中距离 方硕与周琪短下顺配合 吸引三人防守 妙传 助张震灵中距离 崔永熙与周琪配合后外传 赵锐空切向篮下 接张震灵妙传上篮 短下顺主战术体系 让封线感到空切甜头后 愈发地主动跑位 于是如我们看到的画面 张震灵和崔永熙们各种空切 我们的封线也全面击毁 至此再看我们如今南南的进攻 后卫与内线短下顺配合 时机时 衍生出来空位三分和空切战术配合 从而 球队的内线 封线和后卫线能够产生精妙的化学反应 进攻直接进入立体化模式了 乔帅上任后 为南南带来的进攻端巨大变化